小時候大家都是參加中學校 一直訓練到成為職業協助 但原來我是小時候 在中學校的時候 都不是最好的一班 都是透過不斷的練習 認真練習 才是一路進步成為職業協助 所以我見到可能 剛才有些學員 職業協助練習 可能他們會不會那麼好 不要緊的 不用悔心 所以你們都喜歡職業協助 每次來到練習的時候 將你們投入去做每個練習 這樣你們就會慢慢進步 然後你們就會 看著你的目標進化 好 其實在我的角度 你們這個年紀 成班人職業協助 已經是很幸福的 因為我呢 在你們這個年紀 我是職業協助 我是中一才可以職業協助 我當時中一就職業協助 那四年級就帶我 一結節 那在當時的年紀 我想是十三歲 第一次踢球 十三歲就是比起你們大了一年 四年 四五年 四五年 四三年 變成你們已經比我早四五年去佔足球 變成你們可以學多四五年的東西 變相的時候 就是你們要經過這些歲月 即是這些時間 去增加你們自己的一些技術 一些東西 譬如你大球 剛才阿Sir叫你們用右腳 你可以試一下用左腳 譬如你本身是左腳球員 多一點用右腳 變成你們是直腳 都可以很長 變成你們越大越大的時候 你享受這個足球的時候 就要靠你自己的努力 即是你自己的努力 靠你自己的努力 看看你們的目標是甚麼 但是你 在拼球之餘 你要兼顧自己的行業 你們要懂得平衡 什麼時候玩 什麼時候認真 來到球場認真 球場之外 你們可以起一下玩 但練球的時候就要認真 這樣你們就可以成為一個女生 知道嗎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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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星輝 大明星輝 冇戰 大明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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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星輝 下班星輝 下班星輝 第二天 快上